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對 沒錯 這次阿倫跟小米又來到 大家一看到後面這邊呢 我來到了北九州的機場 然後今天我跟小米來這邊要做什麼呢 其實這邊北九州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 然後我這一次想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北九州這邊究竟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一般人講到九州 你們可能一開始會想到什麼阿福岡 或者是熊本之類 其實九州非常的大 有非常非常多好玩的東西 可以值得我們去細細品味 然後這一次來到這個北九州的機場 這個地方從台灣有那個新越航空的那個執行便 可以直接從台北飛到這邊來 不過一天是只有一班的 然後我今天想要帶大家來看一下就是 來到這邊之後坐這邊的機場巴士 到這邊的夏關跟門司港去 帶大家看一下這邊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走囉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囉 好 那那個新越航空從台北飛到這邊 北九州機場是從去年的10月28號 就大約一年前開始喔 好的 現在我雖然說有點背光 不過我大概看到 這後面這邊是北九州的機場大廳 大概長得就是這樣子 它的國內線跟國際線的出口非常近 就在隔壁而已 好 所以北九州空港這邊也有這種翻譯的服務喔 我們這裡是北九州機場 每天有一班新越航空往返 所以希望歡迎大家多多搭乘新越航空 來我們北九州機場 謝謝 YA 然後這邊是他們的Information Center 然後這邊有的時候會有一些 會說中文的Staff也會在這裡 然後看到旁邊這邊有一個Panel 這個東西它其實這邊有介紹說 北九州這邊附近到底有些什麼好玩的 好吃的都在這邊 你們可以在這邊去點點看 應該是可以點的吧 我們來點點看好了 可以… 你這樣就可以點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說 北九州這邊到底有些什麼好玩的東西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準備去買這邊的 關門線的巴士 關門線… 不是開門線關門線 不過字實際上就是關門線的巴士 我們坐那個快速巴士從這機場 就可以直通到下關跟門石港那邊 OK 然後在出發之前 我們先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既然難得來到北九州 就這樣帶大家看一下這邊的二樓三樓 裡面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好 那我們先來上去看看吧 然後二樓這邊就是有一些航空公司的櫃台 或者是這樣出發都是在這裡喔 另外如果你想要買おみやがい的話 這邊有非常多的店可以讓你選擇唷 然後這邊居然還有足湯耶 機場裡面居然還有足湯 足湯就在前面囉 一個人要100塊日幣 好 然後這邊是他們的巴士無力巴 可是我們今天要坐的巴士是在這一個 門司港下關的巴士 另外如果你想要買北九州巴士的一日券的話 這邊也有賣唷 我們要坐的這個巴士這邊是沒有辦法買 我們是直接在車上買的唷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坐巴士吧 OK 我們現在去坐巴士的地方吧 我們出去之後沿著這條路往前走 巴士停了就在前面而已 走 去看看吧 各位觀眾 欺負老婆的阿倫 行李全部都交給小米拿 OK 就是這邊 這邊4號 就是我們等車的巴士停囉 好 上車吧 好 我們現在把行李放上去吧 好 然後是下車付費喔 好 我們現在上車了 然後在前面呢 它前面有放一些東西 像比如說這個 這個是在日本非常好用的 他們叫D-point card 然後它是就放在每個位置前面的那個袋子裡面都可以拿到 只要上網登錄之後呢 裡面的點數呢 只有300點就會送給你就可以去使用囉 而且它的卡片超級可愛的 而且回台灣之後還可以把它點數換成HAPPY GO的點數唷 安全帶要記得洗上 好 然後費用的話你可以投現金 對 或者是愛西卡也是可以的喔 謝謝 OK 拿心李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堂戶站 Karato-san 然後這個旁邊就是我們今天晚上要住的飯店 對 然後它這邊呢 好像滿這段可以逛的 我們等一下帶大家去看一下吧 然後後面呢 這邊呢就是關門海峽 對 其實在這邊逛街還滿浪漫的耶 對 很適合那種一家人或者是情侶來這邊散步 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這是什麼 這是河豚 對 這個是河豚 超可愛的 OK 我們去坐摩天輪囉 好 我們現在進來了 它這裡面還可以去選擇 你可以看到一些這周圍的一些譬如說 你會看到一些什麼樣的景色這邊都有導覽囉 透明的摩天輪 我們差不多要到最高點了 好久沒有坐攔車了 這個攔車好特別 對 小米 好可怕 很會演喔 我們出來了 小米感覺如何 很開心 很開心 夜景 夜景漂亮 肚子餓了 對 小米 我們現在來吃河豚 YA 你有吃過嗎 沒有 好像有 但是我沒有吃過專門的河豚料理 好期待喔 平家草屋 因為這邊是產河豚的關係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吃飯的地方 哇 這太威了吧 看得到夜景 YA 乾杯 乾杯 好喝 河豚刺身 它超透明的耶 透到連盤子都看得到喔 這個就是河豚的生魚片喔 我覺得它沒什麼特別的味道耶 可是慢慢嚼有點甜味散出來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雜味 它的肉吃起來是很清爽的感覺 慢慢咬慢慢嚼有點那種甜味散出來 我這蝦子的生魚片跟這一個是鮑魚赤身 QQ的超彈牙 這個是河豚的卵巢 然後還有左邊這個是鯛魚 跟下面是豆腐喔 軟巢 軟巢 超好吃的 很像豆腐耶 超綿密喔 因為它的口感 很豆腐感 很捨不得把它一口吃掉 對 不會有那種很可怕的腥味 日本的火鍋其實都滿清淡的 它這煮得剛好耶 它火鍋控制得超棒 脆脆喔 好吃 我們吃飽了下面覺得河豚怎麼樣 超飽 超好吃的 我第一次吃這麼多河豚的料理 準備回飯店囉 他們連鑰匙都是河豚造型 OK 從房間看出去也是很漂亮的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日本 我們明天再來帶大家繼續來玩一下 北九州其他的地方囉 大家午安 有一個最後一個大戰的時候呢 平時後來敗北之後呢 他們所祭祀的一些 他們的一些人啊什麼就是在這裡面 終極 沒有錢要去終極 對 這邊裡面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還有在供奉那個就是 很久以前一個方衣和尚 然後方衣和尚它到底有什麼特別 我們小時候其實有看過 有聽過一些怪談 它真的其實就是 曾經那個方衣和尚是在這邊的一個住持 然後剛剛有說這邊是供奉那個平家 一族的墳墓在這邊嘛 所以說他們晚上呢 因為那種心有不甘就會跑出來 那時候那個方衣為了就是晚上呢 不要受到那怨林的那個騷擾 所以它那個時候呢 他們就在評價了 目前它在身上寫滿經文 然後可是呢 就是耳朵這邊忘記寫 然後晚上到那怨林又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因為寫經文的地方 他們看那鬼怪看不到 可是它就是唯獨耳朵漏寫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看到 方衣和尚的耳朵 就把他的耳朵拿走了 對的一個怪談 這個小時候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怪談有沒有印象 這裡面呢也有在供奉那個方衣和尚 有一個那個方衣和尚的像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叫春帆樓 這邊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地方 這邊就是所謂的馬關條約簽署的一個地方 就在這裡面 中國戰敗給日本之後呢 就是在這邊簽了馬關條約 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就是這一個歷史意義的一個地方 就在這個裡面 然後在日本這邊 因為這個地方叫做下關 所以其實對於日本來講 他們這個叫做下關條約 然後跟我們這邊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這是一個小知識喔 哇 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桌子 歷史課本上出現過 這個是當初條約的副本喔 哇 這裡也太漂亮了吧 哇 企鵝在我上面游泳喔 哇 我第一次看到連這種 浪都還原的這種生態 企鵝生態區 真的在這上面花費了非常多的心力喔 好 然後在這邊呢 你只要事先登入的話呢 也可以體驗到一些很特別的活動唷 各位觀眾 這個是鯨魚的骨頭標本 這個是真的骨頭喔 一開始看到後面的人的那個大小就知道了 超大的它這個手 我連到二樓去了 然後旁邊是鯨魚的牙齒 鯨魚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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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睡覺的河豚 世界最小的河豚 小到對不到焦了 對 在那個世界上呢 有400多種種類的河豚 然後它這邊所展示的 就大概有110種左右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看到世界裡面 有1 4分之1左右種類的河豚 這邊都看得到唷 好 我們現在從海祥館走過來 大概5分鐘左右吧 就來到一個唐戶市場 就是我們昨天下公車的 下巴士那個地方 天氣好的時候在這邊 我們拿一杯咖啡邊散步 邊逛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喔 對 然後像這個市場呢 它是每週三的時候會休館 然後其他的時間就是這邊都可以逛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呢 在禮拜三之外呢 當然也來這邊逛逛逛逛喔 好 歡迎大家 我們那個買完之後呢 像這邊的人他們也都會在外面這樣 集地而坐來吃海鮮喔 好 那我們來去找一個地方吧 這就是我們大家所買的壽司跟海鮮丼 超滿的喔 河豚味噌湯 好喝 鮮 一塊肉 好像也不知道 讚 OK 好 我們現在已經吃飽喝足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對面那邊呢 我們來這邊其實是一個叫門師港的地方 文師港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下関 就是下関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走過去到對面 沒有錯 大家有沒有聽說 我們是要走過去 然後他們這邊的下面呢 有一個行人專用的人行步道 然後全長大概是700多公尺左右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跟著我 一起從下関這邊 步行到對面的那個門師港 就去看看吧 關門人行隧道 然後要走過這個隧道的話呢 如果你是機車跟腳踏車20塊 行人的話是不用錢的喔 這邊就是關門隧道的入口 所以應該是先坐下去 然後再走過去吧 OK 關門隧道開門了 好 謝謝 好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這邊 然後我們等一下像這樣走過去之後呢 然後再像這樣走上來 就會到門師那邊 然後中間這邊就是關門海峽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這邊隧道 它其實它的設計就是像這樣 我們人會走在下面這裡 然後旁邊這兩邊 會用來輸送我們新鮮的工廳 然後上面是汽車所走的地方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來通過這個地方 我們準備去門師港吧 留下我自己走的小米 你要去哪裡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中間點 山口縣跟福岡縣的中間就是這邊囉 せーの 耶 來到了福岡縣了 耶 快速在兩個縣中的移動 超過一半囉 我們現在來到了另外一側 它這邊的設計呢 兩邊是一樣 和我們有一種那種來到異世界的感覺 好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對面這邊了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橋就在我們的這一側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就這邊就是我們昨天去的摩天輪 就在這裡就是 剛好從那邊對面然後走過來了 關門海峽Museum 香蕉的歷史 大家知道嗎 像這邊關門這個地方其實也是這個 宮本武藏跟朱佐牧小市場決戰的那個 沿流島就在這裡唷 三郎 雕婦 砸兵 好歡樂的砸兵喔…? 現在差不多要離開這裡了 本來這邊的政府非常用心在經營這個地方了 對啊 我覺得意外的裡面還滿多可以玩的 對 而且可以玩 重點是進去呢 它只有一部分是要另外再付費 而且也不會很貴 然後基本上一開始光裡面是完全不用錢的 又可以學到歷史 然後又有點像在水族館玩一些那種小遊戲 對 小遊戲真的還不錯 所以我們還滿推薦大家有機會來這邊看看喔 請坐 來 YA 他們說這個淡的咖哩是這個地方 門斯港這邊發祥的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周圍呢 其實說真的他們的建築物 都非常的有洋風的感覺 我在想會不會是 因為這邊是一個很有名的港口的關係 很多船會這樣進進出出來 所以這邊的設計也會 就是變得有點像是那種比較歐風的感覺 我就覺得還 散起不然其實說實在的還滿舒服的 然後前面這一座橋 每天在定時的時候 它都會抬起來 然後讓船通過唷 OK 小米 我們吃完甜點了 現在還要幹嘛 吃拉麵 聽說這邊有一間非常還不錯的拉麵 帶大家來看一下吧 大平飯 不知道該吃什麼 麵 筍乾叉燒麵 然後叉燒鋪滿的 然後小米點的是筍乾麵 這個就是大平山叉麵 好 回飯店囉 哇 在送吹風機 哇賽 太棒了吧 這個房間 有兩張的大單人床 然後還有客廳耶 它的浴室好大 哇 超大的洗手台跟浴缸 廁所也超乾淨的 最終於這邊還有一個化妝台 哇 這邊的九樓還有一個像這樣子 非常不錯的巴油 歡迎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來吃他們這間飯店的早餐吧 首先先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邊飯店的早餐有些什麼東西囉 好 我們現在準備來這邊坐它的那個船 然後我們再回到夏關那邊去 然後等一下去那邊看一下 然後再回來 然後這個船其實就是那個 大概從美門斯港這邊到夏關大概 一趟大概是5分鐘左右 所以其實還滿近的 我們想要來坐坐看 大人的話一張是400塊 來回是800喔 然後還有賣一日券 所以1000塊你就可以來回夏關 年獅島跟岩柳島唷 OK 坐船囉 旁邊下面有這種椅子的部分 然後上面的話有觀景牌的部分喔 坐飛船囉 好 坐船鐵道紀念館 OK 噗噗 哇 這邊是那個日本古早時期的 請台列車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 這樣就變成樓梯了耶 哇 好酷喔 這好像是日本的第一台的請台列車 它的特色是可以把它這個下面 應該是這邊 然後往這邊拉就會變成算這樣子 便當 當年吃這個便 好酷喔 嗨 便當 啊 便當 啊 便當 媽媽 便當吃了便當 如果你們要坐在一起的話 還可以嗎 這邊還可以體驗開電車喔 來 我們來開電車 左邊… 電報閉 這個只能買得到 媽媽 坐在一起 好… 電鍵閉了 電鍵閉了 請坐在一起 請坐在一起 OK 好 我們現在逛完了 我們這個鐵道博物館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可以在這附近去買個伴手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可以準備坐巴士 再回去北九州機場囉 然後門司港這邊有一個橋 它一天會開合六次 對 然後據說在橋合起來的時候呢 第一個通過的情理就會白頭偕老唷 橋合起來的話就會變成像這樣子喔 高級的海膽包子 講它裡面真的是有海膽在裡面 它還給我們一個小湯匙可以挖海膽 好甜喔 好 我們現在吃完飯之後呢 又逛了一下 然後我還買了一些伴手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差不多呢 就要準備坐巴士回去北九州機場囉 然後北九州機場那邊二樓呢 有賣一些東西 我們等一下再去看看 聽說我們一開始所拿到的那張 Deport No Card在那邊也可以馬上就消費 所以我們來到北九州 你只要使用那張Deport No Card 有幾點之後呢 你就可以實際在那邊去使用 然後用不完你回去 也可以把它轉成Happy Gold的點數 還滿不錯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去坐巴士囉 OK 我們現在上車了 對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買的 伴手 這是什麼菜式喔 這是河豚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回去北九州機場囉 好 我們下來 它一樣是下車的時候再付費就可以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巴士其實說實在 這樣來往北九州呢 真的還滿方便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它的 一天目前只有一個班車 因為目前利用好像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來北九州玩 說不定之後他們就會征班的也不一定 北九州機場裡面稍微逛一下 我們就要準備回東京去囉 好 我們現在來到機場二樓 我們來購物囉 好 我們買了超多的伴手 來機場吧 這是D-point card嗎 我用了 喔 耶 好 我們現在要來使用我們這個 在車上所用的這個卡的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你會是會有300件 好 用了ポイント 對 用了ポイント 6600元 177元 所以這個點數是真的可以用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來的話 真的不要忘記去拿去登錄 就有300塊可以讓你遮地喔 來購物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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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購物囉 好 然後北九州機場這邊有一個這個 外幣兌換的服務 你可以把那個我們 比如說台幣換成日幣或日幣換成台幣 或美金等等之類的都可以 花不完的時候想要換回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四種不同的壁子囉 耶 好 我們現在剛買完了這個購物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要準備回去東京了 像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還滿不錯的一條航線 就是新越航空從台北直飛北九州 真的是非常方便 從那邊可以直接坐他們的機場巴士 到那個下關跟門司港那邊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方便 而且那邊說實在 我覺得還滿適合安排個兩天 或者是三天左右的輕旅行 我真的覺得還滿愜意的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把他們的一些這種相關連結 也放在YouTube影片下方說明欄內 有興趣可以去Check一下喔 說實在這次我真的還滿開心 他們能夠邀請我來幫他們宣傳這件事情 而且我在下關跟門司港那邊 也判斷到非常非常多熱情的台灣人 來跟我打招呼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好了 那我們這趟旅行就先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一樣來這邊 然後並且去取用他們的Depo 運動卡 並且來實際來購物看看吧 300塊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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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片 美食好過癮 好茶好溫暖 說幾雙包給你 打包好心力 就跟著阿倫 一起去旅行 到日本體驗 文化好風景 跟著這段旋律 創造迷惘的回憶 下一段綠色的風景